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 薰的日常 恩...對 這是我今天第一次錄 這樣子的一個影片 然後 恩...為什麼 平常我在做實況 結果突然 就做了這個日常影片呢 恩... 就是 恩...有一件事情 我特別想要測試一下 各位看官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一部動畫叫做 然後 就是在 這部動畫的第十集呢 就是...我們 扇子 或者應該叫做業餘呢 就是做了 鬥天使之類 然後呢 恩...這個鬥天使之類很奇妙 現在各位看官可以看到 這邊 呃...我的手了 對...好算了不要用了 有一個 章魚燒機 然後我們今天不是要用這個章魚燒機做普通的章魚燒喔 我們是要 就是製作鬥天使之類 然後這個鬥天使之類到底是哪裡特別的呢 就是... 它是... 會在章魚燒裡面 放... 塔巴斯庫 在這裡 在這裡 就是... 塔巴斯庫 然後... 還有一點很特別的是 它不是很普通的叫塔巴斯庫而已 所以... 我們來重現一下... 呃...我們的 YOSHIKO 或者應該說 Yohane 說的這句台詞 不過因為有版權問題 所以... 我就直接用講了 好...各位看官也聽到了 呵呵呵 好...然後... 呃...這比較麻煩喔 因為我沒有露臉的關係 就是我人一直拍的這個章魚燒機 然後各位看官可以看到 上面已經有一些油了 還有一些堅果的痕跡 這是因為 我剛剛... 在開圖以前已經先測試過了 就是製作了普通的章魚燒 那... 目前看來是還可以的 所以我就想要直接切入 來製作傳說中的... 痘天使之類 呃...我想現在有一些 平常有在看我實況的看過一定很大悶 就是... 我平常都是出實況 為什麼會突然出這種日常影片 其實是因為... 這個痘天使之類 我真的是... 很好奇做出來 跟... 實際上吃會是什麼樣子 加上... 我也有一點... 愛吃辣 但是... 我覺得除非就是... 這種讓我特別想做 或是特別好奇的之外 其他... 基本上我就不會做了 所以... 這種日常影片 基本上很久很久才會出一次啦 各位看官不要覺得奇怪 然後就是... 這種... 痘天使之類真實重現的話 其實我是看過一些日本的YouTuber 有真的做出來 但是... 其實... 我其實... 在差不多... 痾... 三、四月嗎? 還四、五月 我就... 很想... 真的做一次痘天使之類 不過那個時候就是很忙 所以沒有做 一直拖到暑假 那... 那個時候我就有稍微看一些日本的YouTuber做 然後... 痾...他們其實... 都做得還不錯 只是... 痾... 因為他們用... 他們是用辣油啊 或是死醬 那我就會很... 非常好奇 如果真的用塔巴斯口的話 會是什麼樣子 所以就是... 這樣啦 希望各位看官不要覺得太奇怪了 好啦 痾... 痾... 然後... 痾... 我們首先就是在製作多天使之類嘛 然後有一些... 東西要... 先預備一下 好的 各位看官我們現在來到的廚房 其實廚房... 這邊做事比較方便耶 我也覺得 不過我這張魚燒機還是要放在有電的地方比較好 痾...然後... 現在可以...各位看官可以看到 這是我自己配的麵糊 然後... 其實有一點... 其實... 沒有配得很好啊 但是因為我自己試做過 確定沒有問題 所以我就先這樣做了 然後... 各位看官一定會覺得說 當初... Yoshiko-san 不是把那個... 墮天使之類 做的... 黑黑的 烏騎馬黑的 然後... 我自己也很納悶啊 到底他是怎麼做的 可以把... 一個章魚燒做成黑黑的 然後... 其實... 就算在裏面加塔巴之口 他也不可能變成黑色 所以我今天呢 就要準備一個東西 其實這種東西呢 準備食用色素是... 比較好的 沒有啊 沒有比較好 就是比較容易可以把它變成黑色 但是... 我其實不是很喜歡吃色素這種東西 所以我準備了這個 墨魚之 天然的熊厚 好啦那... 我現在就是... 因為我現在一隻手拿著攝影機 所以... 我現在要把它加進去 然後... 加到它可以變成黑色 然後... 中間的過程 我就不拍了 我就是加到它可以... 整坨變黑色為之 那我先加一下 好啦現在就變成了這個樣子 然後... 就是... 很像巧克力牛奶的感覺 也很像芝麻... 芝麻糊的感覺 芝麻糊嗎還是芝麻牛奶 它... 它不是完全黑色的 這讓我有點失望 我... 我攪了很久 這個東西它是... 墨魚醬 它不是液體 然後攪了非常久 讓它融化 真的攪了超久 它... 它也是大部分都已經... 有化開 沒有到全部啦 反正... 我已經盡力了 那我們就先帶著這個 回去我們章魚燒機那邊吧 好的我們回來了 因為我... 我也是... 之前都沒有做過章魚燒 所以我很怕自己會做失敗 然後... 痾... 所以我之前有測試過一下 做普通的章魚燒 然後我有做出來 口感也算... 還算OK 然後... 我現在錄影片要做的 比較不同的點在於 我會在章魚燒裡面... 的麵糊裡面加上... 墨魚汁 還有就是... 會在... 裡面... 加上... 塔巴斯庫 就是這兩個... 主要是這兩個地方會有所不同 那我們再重現一次 Yushiko... Yushiko上的... 知名開詞 對...沒有錯 他是...拿... 代替... 章魚 所以各位會看看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 我們章魚燒裡面會完全沒有料 我再說一次 是... 完全沒有料 所以各位看官一定會覺得很納悶 章魚燒裡面沒有章魚 那還叫章魚燒嗎 可是各位看官對不起 因為... 我現在是要重現... 那個時候的... 達天使のナミ 不是要做什麼... 真章魚燒 所以... 會... 我們今天做出來的東西 會跟真的章魚燒有點落差 可是我們要做的就是跟那個時候的 舵天使之類完全一模一樣的料理 所以... 我們等等就是加入麵糊 然後再加上... Tabasco 再加上... 一層麵糊 要...要翻麵啦 翻麵的時機我等等會講 然後... 就完成 就加上一些柴魚啊... 章魚燒醬啊... 海苔之類的 就這個樣子 所以... 等等我也不知道會不會做出黑暗料理出來 但是各位看官就... 跟我一起看下去就知道囉 好好好... 夠了 巧克力牛奶耶 等一下... 我要加有油的上面 好... 各位看官有出一點小意外喔 一開始... 倒入麵糊的... 步驟... 是... 你一開始倒的麵糊... 六分滿就好了 然後各位看官可以看到最右邊... 上面那個... 倒太滿 不過仔細看看也還好啦 大概就是八分滿左右 所以那個可能做出來會比較沒有那麼成功 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 我覺得... 右下角那個也會失敗 油太多了啦... 這個... 奇怪... 剛剛不是看起來只有半成嗎? 看起來... 看起來今天第一個黑暗料理要誕生了 呵呵... 欸這個超誇張的耶... 這個是只有皮而已耶... 欸這個一直在冒泡耶... 這個就油而已啊... 為什麼會冒泡成這樣... 我們... 我們把畫面移轉到那個好了... 就是下一次翻面的時候... 好 各位看官現在我們來加塔巴斯扣了... 這是最麻煩的部分... 因為... 對於塔巴斯扣都要加多少 我是完全沒有概念的... 不過我可以確定也是... 因為塔巴斯扣要完全取代... 章魚... 還有其他料... 所以可能會加有一點多... 可是... 我...我... 我完全不知道加太多會怎樣... 而且... 我看了一下... 扇子他做的那個樣子... 我覺得可能會... 就是... 章魚上面滿滿都是... 可是我不敢加太多... 總之我們先... 找一顆先下手看看好了... 或許我們會比較有概念一點... 這個... 這個他是用低的齁... 所以比較不會... 他就是... 他的利益就是不要讓我們加太多啦... 可是... 我們現在就是很坐實的在加很多... 那我們... 不然就是有一些... 加很多... 有一些加很少... 我們來試一下... 每一顆吃起來會是什麼樣子... 好 現在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八個都紅紅了喔... 不過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中間... 上面... 的那兩顆... 是比較少的... 那個說不定... 會比較不會那麼可怕啊... 那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那我們準備來加第二次麵糊了... 2000 years later... 好 各位看官... 我覺得你們可以先不用緊張... 因為... 因為... 這個... 麵糊第二次加的時候... 本來就要加很滿... 不過看起來真的是有點可怕喔... 而且... 現在各位看官一定會... 開始問我說... 欸馨... 所以這個你要怎麼處理啊... 還有這個你要怎麼處理啊... 他們等等可能會變成比較小顆的... 這樣你知道喔... 不過可能會有點可怕就是... 然後我們要挑對翻面的時間喔... 恩... 我覺得... 我覺得這顆可以先翻了... 對... 像這個要先分離啦... 等一下... 超軟耶... 不過這個形狀... 這個... 這個觸感... 是... 是有章魚燒的樣子啦... 只是顏色有點可怕... 還有...還有哪一個... 是比較早放下去的... 不過這顆沒有加塔巴斯口... 所以... 等等可能... 雖然看起來有點可怕... 不過它真的是不會拉的... 我們現在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剛剛也做過嘛... 其實現在要做的徹底一點... 就是要把它這邊... 化開... 這個... 比較難喔... 因為你會一直不小心戳到那個... 旁邊的洞裡面... 我們就是要盡量... 不要戳到... 然後要把它化開... 好...各位看官... 其實剛剛有很多... 慘無人道的畫面都出現了... 不過經過一般搶救之後呢... 大概變成這個樣子... 像這... 中間這幾個... 顏色是比較不至於... 不是顏色... 顏色一直都很難看... 是... 嗯... 形狀不至於這麼難看... 然後這個是完全的... 就是... 走掉了... 不過... 應該還是可以吃了... 相信我... 這應該還是可以吃了... 我覺得等等可以端上盤子的應該是... 這... 這七顆吧... 然後其他的我就... 不太確定了... 好啦... 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等等... 一顆火了下來... 沒有啦... 然後各位看官... 我現在準備了... 嗯... 這樣直接把牌子... 弄出來沒問題嘛... 檯檯片... 還有... 柴雨... 還有... 章魚燒醬... 直接拍沒有問題嘛... 然後我現在要來... 就是... 變個魔法... 好...就是這個樣子... 哈哈哈... 好啦... 各位看官... 其實我自己也知道... 我這一集就是... 有太多可以吐槽的地方了... 不過這是因為我平常... 很少下廚的關係... 這次比較偏向是... 類似實驗性質的影片... 因為有一些... 東西我真的很好奇... 做出來會是什麼樣子... 還有吃起來會是什麼樣子... 沒關係... 各位看官... 我們... 做了... 非常慘無人道的事情做了這麼久... 現在我自己要來自虐一下了... 我來吃一口... 大天使の納米... 看一下... 吃起來... 到底是怎麼感覺... 攪...攪一下... 其實... 沒有很辣耶... 有啦...有一點... 可能是... 其實台巴士口味道蠻重的... 喔... 喔...有有有辣... 它是... 它是有後勁的... 但是... 我吃我可以接受的辣度... 對我來說還可以... 而且真的... 還不錯吃... 真的... 還不錯吃... 各位看官... 我要再強調一次... 它是好吃的... 雖然... 形狀跟... 顏色都很可怕... 但它是好吃的... 各位看官... 只要吃下這個... 你也可以成為... LITTLE DEMO... 哈哈... 好啦... 那我想我們今天實況九仙... 不是實況... 天啊... 哈哈... 我們今天燻的日常九仙... 做到這邊好了... Let's go and let's go...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 可以在影片下方... 評論就在這邊... 連鑽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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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了... 已經佔了三次的新聞版面... 非常... 紅的... 一個... 殺人鬼... 阿不過... 會有人下次叫我要重現... Shiny組嗎? 恩... 不要吧... 還沒拍我就吃土了吧... 哈哈哈哈... 嗯... 嗯... 嗯...